那你那擠奶也要再測試 蛤 呦呦呦呦 呦呦呦呦呦 第一台做月子中心我好爽喔 我老婆說到底是你做月子還我做月子 歡迎收看我是二寶爸我是錯別字我是賴正凱 這是一個講婚姻親子跟老公生存術的節目 那這一集我們來聊聊的是 我自己呢住過兩次 然後我們上次採訪的這個龍哥 天啊 令梅的日本尚風聲靠北的龍哥呢 他也住過兩次 不過就是在網路上面有兩大派的爭論 有一派是認為說 在這個我們那個年代 生完小孩就馬上就工作了 怎麼可能讓自己躺在床上一個月都不動 然後在那邊享受吃東西 然後還花幾十萬 但有另外一派是認為說 這是以前的觀念 現在應該是讓媽媽好好的休息 並且在這過程中好好學習現在最新的育兒方式 等到出了月子中心之後呢 你可以來更有體力來照顧小孩 開國槍 開國槍 翻英文了 那好他就好了 我們來趕快見到我們的主題了 好 我們要聊今天不在聊 不在聊正式 我們要聊的是那個月子中心 欸不是你要先自我介紹啊 喔嗨 我要看這個嗎 對對對 嗨小妞我是龍哥 好我們現在請來的這個 大家應該就是知道說這個名稱叫做 欸可以全部唸出來嗎 可以啊 好就是天啊 林伯的日本丈夫怎麼這麼靠北 我們不是在罵人 是他的名稱真的就是這樣 對 在這邊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聊聊這個 親子議題 我們家哥哥是試管寶寶 所以他其實是很難很難很難才懷上的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跟我我就覺得好 就這一胎了 沒有別胎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是努力超久 都一直沒有 到最後是走投無路才去做試管 然後那個試管也打了很多針 然後打完之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欸我覺得 這邊可能就是 就這個孩子了 所以我們就可能做一次 把他養好這樣 是不是就是 我跟你講開了門一次之後 就開第二扇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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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像我和那種日本的女孩子 他可能你就生完朱三天院 你叫要帶回家 蛤 你就要把孩子帶回家 那傷口那些怎麼辦 就你就要再回診啊 就是你要在你知道 例如說一週一週 然後你再回診 然後再帶回去 可是你知道那其實 一開始是很無錯的 就是你沒辦法 你不知道怎麼照顧小孩子 所以會變成是 媽媽的媽媽 就女孩子的媽媽來幫忙 或者是婆婆 可是如果是我的狀況 如果我回日本的話 我會就婆婆來幫我 就是照顧小孩幹什麼 這個時候呢 家長就會進來跟人家說 唉 我給你教了 今天沒辦法帶來 就是 你會 這就是很尷尬的 因為我當初訂的那個月子中心是一房一廳的 然後那一房一廳的那個月子中心它是可以 就是它有一個房間 然後我可能可以把大堡放進去睡 然後我可能在外面 我可以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 例如說 你要擠奶 或是你要幹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有馬達聲音 其實會很少 所以其實我就是想說 對 沒有 它就呃呃 那種聲音 對 你果然是沒擠過 哈哈哈哈 真的沒擠過耶 有啦 我那個是按了那個 那是手動你擠完 你就那個啊 那我就窮咩 我用的是手動的 不像自動的咩 你手動弄完這裡就慘了 你知道 那手慘啊 是我老婆在用不出來 大放絕食 那個時候剛好是台灣好像在流行一個什麼樣的 不論是搶胃炎還是一樣什麼什麼病毒 所以他們就月子中心說 禁止帶大堡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不行 我捨不得大堡 你知道媽媽就是 你知道 一定的啦 一定的 要好好休息 要好好休息 可是又捨不得大堡 所以變成是 你就只能 我就只好 我七個月大的時候我把它退 就是肚子已經七個月大了 他都肚子裡面了 我已經把它退掉了 對 所以他就說 那我可以免費退你 可是我心想說 七個月大了 那怎麼找 剩三個月了耶 對 所以就找到一個很遠很遠 離台中就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們就去那裡住 知道我去那裡 然後我老公就 每天就是騎摩托車回去 可是很痛苦是因為那個地方是一個房間 然後你沒有辦法 就是小孩子睡了 我跟我老公就在那個走廊 或在廁所 用電腦 喔 不能吵到小孩 不能吵到小孩 因為小孩子 哥哥一醒 你就在起笑 我知道 小孩子絕對不能醒 對 那是撒旦的甦醒 對 而且那時候他才一 他才一歲半 那你在擠奶也要在廁所裡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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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對 對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我老公就躲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根本沒辦法休息 因為第一拍的時候我老公多爽啊 預約說大概六點到九點 或六點到十點還會爽耶 快快快快 對 孩子來了好開心 月子餐 孩子來了好開心 我也是推些月子餐店 他會推那個 月子餐都是在吃的 都是在吃的 真的是哥良好一對寶 他常在補的那時候要變胖超多 然後就對他老公說 啊 兒子來了 好開心啊好開心 啊 我要幫他拍一個 然後那時候女兒來 就是我說 欸 要不然女兒推上來 不用吧 反正回家還可以看啊 那麼久 又急著這個月嘛 我們還有一個哥哥要看耶 其實我跟我老公說 我拿過很多文章 大家都說要請月嫂 在月嫂 因為月嫂有自己家嘛 然後可能就是一個地方 讓他一個房間讓他睡 那媽媽可以好好的休息 然後大寶也可以好好的 就規律的過生活 對 對 我覺得月嫂是OK 但我老公說 我不能夠接受任何人 陌生人來我們家 那現在我們兩個 是不是應該是多餘的 你就不可以在這裡過夜啊 你不可以在你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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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婆小孩要顧好不好 對啊 你在過夜就不行 不過夜的時候就可以 所以他就不能辦法接受 一整月他要跟一個陌生人在一起 喔 月嫂是喔 對對對 月嫂才會過夜 對他會過夜 因為你不過夜 因為你媽媽晚上要爬起來 顧小孩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你因為這個頂給他大草嗎 大草啊 就是大草 拿球棒打這樣 拿霹靡鍋尻 那還好 不是球棒 我以前就是還沒 因為那時候還懷孕 不然我以前都是過肩摔 我會直接摔他 然後把他摔在 我們家有一個跑步機 把他摔在跑步機上 我的腰 你現在是不良示範嗎 我的腰 那你們這樣子 我其實那時候住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有兩台兩台住嘛 對 我跟你講第一台住月子中心 我好爽喔 真的 住飯店 然後每天就睡 然後那個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看NBA 然後那個餐就送進來了 然後就 我老婆說到底是你坐月子啊 我坐月子 基本上已經殘廢了 然後第二台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的是那個疫情 對 我們台灣的疫情爆發的那五月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住進去的時候 大寶黑進去 我們那次可以大寶進去 所以就變成 我跟我老婆還有大寶 他們全部都關在房間裡面 對 然後我一個人是在外面工作 我就變成被隔離掉 所以你可以進去月子中心的房間 可以 但就變成說我為了要減少 因為我的工作是 我必須要常常去一些疫區那邊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是 可能一個禮拜見一次而已 你離他遠一點 我們一定要打三界 然後我那時候是 很久都沒看到他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好爽 你知道嗎 對啊 哇我兒子不在我老婆不在 我整個家裡都是我在地上滾啊 你幹嘛的 然後怎樣的 但一個禮拜後看不到他們就開始會 會心酸 對就會想他們 就會想他們 對啊 我建議第一胎一定要做 台北要二三十吧 差不多 因為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住兩胎 快可以買一台中古車 真的 那時候我老公就說 喔天啊 台灣住一隻需要這麼貴嗎 因為那時候第一胎 可是我第一胎那時候 生得早 所以還算便宜 那時候大概刷十五六萬 就是我把它做到三十天 喔差不多 喔那算便宜耶 那算便宜那真的很便宜 現在已經沒有那個價格 覺得那個已經他已經 他去開幣的地方 對 可是後來生這一隻 因為七個月大的時候才去找 就是 那時候就是已經 他們就開始你知道 他們一看到你就是你知道 他已經知道你是肥養了 你跑不掉了 你已經一直找不起來了 然後他就是開始二三十萬開始 然後我老公就整個震驚 我說需要這麼貴嗎 我說沒辦法 就是 你不讓月少進來啊 是不是 月少八萬啊 那你自己沒有 不要吵 不要第一集拍完之後 變最後一集 等下就拿腳架給他 這樣我不好跟我長官交代 其實我覺得 月子中心本身要不要住喔 你可以先問問自己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你的後援投手 或者是你的牛棚夠不夠深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你老公的爸爸媽媽 他們能不能幫忙帶小孩 如果今天你要去住老公媽媽家裡的話呢 會不會有婆媳問題 這些先想好 你再決定下一步 住月子中心的這個選項 那第二就是 你自己跟另一半 有沒有想要學習如何照顧小孩 小孩什麼洗澡拍格 他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麼 黃膽還是什麼樣的疾病 你有沒有辦法都了解 如果你的另一半很軟爛 或者是你自己很忙沒辦法 那你就不能夠去想說 我就回來之後在學邊做邊學 那風險才大 那最後一個就是 很直接的問題 財力部分 如果今天你們的財力不允許的情況下 你不可以說把所有後面的 要花的錢全部挪來住月子中心 你可以住15天啊 20天啊 你可以住爸媽家 然後找月嫂來做菜啊 等等的 都是一些可以解決的方法 最後我要跟大家建議一下一個點 因為我老婆本身是 以前是月子中心的護理師 她有分享過太多次的經驗了 你來住月子中心喔 不是來度假的 你不要說我躺在月子中心 30天 每天就吃飯 追劇熬夜 等到你30天過後呢 一回家裡呢 你就完蛋 完全不會照顧小孩 所以有太多的媽媽 在出月子中心第一天第二天 就打電話回來求救 為什麼小孩哭不停 為什麼小孩會一直吐 一直吐奶都不喝奶 因為你根本沒學 每一間月子中心的風格不一樣 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 但是在去參觀的時候 你就要去了解 這家月子中心 他的教育就是 教你如何照顧小孩的這個程度 高不高 還是他只是享受 硬體設備很強 軟體設備很弱 還有月子中心都會開一些課程 他的課程是只有洗頭的 幫你按摩的 什麼精油的這些 他有沒有教你如何幫忙拍格 或者是如何照顧小孩 或者是母嬰同事 這些比較軟實力的部分 你也要去思考 去住這30天裡面 也去學30天的照顧小孩 才是住月子中心 最有價值的一個地方 你有沒有對於做月子中心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如果有的話呢 其實在底下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我知道 這個話題比較敏感一點 請大家禮貌一點 理性一點 在底下留言討論 好不好 我是二爸爸 我是蘭正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老公之前他剛來台灣 然後因為那時候還在那個 東海大學 我送他去讀那個 中文學校 然後有一天他就是 下 從那個東海大學坐公車 下那個台灣大道 然後就停在那個 星光三院 他就發現 就全部的人都被 趕下車 就一下車的人就 全部都路上全部清空 他就被趕進星光三院 因為他其實他從星光三走回家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在風家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就是那個 演習 官安演習 官安演習 那時候我就趕下車說 怎麼台灣大道 完全都沒有人 他就被趕進去星光三 他就帶給我說 老婆老婆現在是 什麼狀況 現在為什麼都沒有人 我說 總共有打過來了 老婆老婆說 你認真 我說 對 你什麼時候看到台灣大道沒有人 車那麼多 老婆說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說 我不知道現在就是打那個 台北的中東府 他等一下晚一點可能會載到台中市政府 台灣市政府就在星光三院旁邊 我沒有看過一位 這麼邪惡的人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好嗎 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他就講一講 他就覺得 可是為什麼每個人都還在買東西 他就有點 不懂 他說為什麼每個人都還在買東西 那現在我兒子怎麼辦 我說好你現在 我們現在你冷靜 我現在跟孩子我先去躲 我們要去躲那個地下掩體這樣 他就說 這不然 然後整個很慌張的 我說好好好你冷靜 然後他說 他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我說好啦騙你 我說台灣會有演習症 我說我要幹嘛 我說就是 要防止打過來 然後要躲這樣 對一個外國來講 他這多可怕的一件事啊 他嚇死 這是我也嚇死啊 因為確實 在當下是整個都進風了 對 我知道 他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第一次遇到外國演習 他第一次是嚇歪 他說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這樣 然後而且就是他會臨那個 混民那個 我從國小就這樣 對 常在發話 我們從小到背 對 小時候我也很怕 就是那個什麼大陸的飛彈 全部對準台灣啦 怎樣怎樣 對 每次選舉前 就會開始放話 然後就開始 你在過五年你就習慣了 對 你就覺得啊又打來啦 喔 我很怕 喔 對對對 真的這樣 你有人就習慣了 對 就哪天真的打來 那個臭 臭嚇我 就說他臭嘴氣 臭嘴氣 來 準備 主播就立隊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 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即時救援 有效抑制異味 哇 剛剛的異味都消失了 導播 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都可以有效輔助 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就可以買得到喔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ZTi010會有優惠喔